一场由蛋疼引发的热烈讨论 上周我们讲了急性高丸炎,那么势必就会有慢性高丸炎。这次就来给各位顶友讲一下慢性高丸炎 什么是慢性高丸炎? 慢性高丸炎又称为慢性非特异性高丸炎。是由多种致病因素引起的高丸炎性病变 各种炎症感染均可导致高丸的损伤,影响男性的生育能力,部分患者可导致男性激发性不愈 病因 病因 慢性高丸炎多油非特异性急性高丸炎治疗不彻底所致。 慢性高丸炎多油非特异性急性高丸炎治疗不彻底所致。 也可因霉菌、螺既生虫感染造成,例如高丸霉毒,既往有高丸外伤者,可发生肉芽种性高丸炎。 。 高丸局部或全身放射性同为素林照射,也可发生高丸炎症,破坏高丸组织。 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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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表现 临床体检,膏丸呈慢性肿大,致影而表面光滑,有轻触痛,失去正常的敏感度 有的膏丸逐渐萎缩,严重者几乎找不到膏丸,显示腹膏相对增大,多数病例炎症由腹膏慢炎至膏丸,二者界限不轻。双侧慢性膏丸炎者常可造成不愈 检查诊断 化验和检查是必须的步骤之一 第一步,一般来说,医生先要进行触诊,对膏丸进行观察触摸 第二步,是做个B超检查,确定炎症的大小 第三步,是抽血化验,看看是否有膏丸肿瘤等。有的人还需要做个胸部X线检查 治疗 出现慢性膏丸炎症状,因早期静脉应用大量广浦有效抗生素控制炎。 慢性膏丸炎症,以减少化浓进膏丸炎及膏丸囊肿的发生。 尤其应注意急性腮腺腺炎膏丸炎,其双侧病变可以引起生经活动不可逆的破坏甚至膏丸萎缩,导致难死不愈症。 慢性膏丸炎症 慢性膏丸炎的治疗要针对原因进行。 慢性膏丸炎症状炎症状,由非特异性感染引起者,主要采取对症治疗,可做阴囊热敷,经锁封闭,抗生素注射,或使用丙重球蛋白注射。 症状炎症,以有浓肺腫形成者,可做切开引流,对膏丸炎毒可做曲眉治疗,无效时如细移侧病变,可做膏丸切除树。 危害 1. 导致男性诱发其他并发症,如前列腺炎,经锁静脉曲张,密尿感染等等 2. 高丸炎长久不致直接影响到男性的性能力,让男性性生活质量下降,严重的还会让男性朋友完全丧失性能力 3. 诱发男性不育症,高丸是生经的唯一场所,如若男性患上高丸炎而没有及时的治疗,直接让男性的精子生产出现问题,导致男性的精液异常,比如死精症,无精症,从而又使男性无法生育 4. 男性患上高丸炎不治还会给配偶带来妇科疾病,由于炎症长期不治,在性生活的时候这些炎症病菌就会进入女性的生殖器官,从而使得女性生殖器官受到感染,诱发女性患上妇科疾病 5. 预防 1. 中年男性要注重自己的高丸保养 2. 高丸保养是解决男人男性功能障碍的重要手段。如在按摩时发现有异疼痛感,可能为高丸炎或副高丸,请及时到医院检查 2. 急性腮线炎高丸炎双侧病变可以引起生经活动不可逆的破坏甚至高丸萎缩,导致男子不育症 3. 应该多吃新鲜蔬菜与瓜果,增加维生素C等成分摄入,以提高身体抗炎能力 4. 少吃猪皮、鱼汤、羊肉等所谓的发污,以免因此而引起发炎部位分泌物增加,高丸炎进一步浸润扩散和加重症状 5. 注意不要吃辛辣刺激食物,不要吸烟喝酒,不要久站久坐,不要过度性生活,不要频繁自慰等 5. 日常注意 1. 注意休息,有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患者要注意休息,注意规律生活和性生活,如果有泌尿生殖系统的不舒服,需要及早就诊检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有效治疗 2. 接种疫苗,对于儿童应接种腮线炎疫苗,减少儿童因腮线炎导致的高完颜,以及由此而出现的男性不育症 3. 饮食注意,日常多吃新鲜蔬菜与瓜果,增加维生素C等成分摄入,以提高身体抗炎能力 3. 少吃新热或新辣次急性食物,以免因此而引起发炎部位分泌物增加,炎症进一步浸润扩散和加重症 3. 上周我们讲了急性高完颜,那么势必就会有慢性高完颜 3. 这次就来给各位顶友讲一下慢性高完颜 4. 什么是慢性高完颜 4. 什么是慢性高完颜 5. 慢性高完颜 5. 慢性高完颜 5. 慢性高完颜 6. 是由多种致病因素引起的高完颜性病变 7. 各种炎症感染均可导致高完的损伤,影响男性的生育能力,部分患者可导致男性激发性不育 6. 病因 7. 慢性高完颜 多有非特异性急性高丸炎治疗不彻底所致。 也可因霉菌、螺旋体、寄生虫感染造成,例如高丸霉毒,既往有高丸外伤者,可发生肉芽种性高丸炎。 高丸局部或全身放射性同为素鳞照射,也可发生高丸炎症,破坏高丸组织。 并理 病理上看高丸肿大或硬化萎缩,生经小管的基底磨成玻璃样变及退行性变,生经上脾细胞消失。 生经小管周围可能有硬化,兼制细胞如纤维母细胞,也可形成小的增生灶。 临床表现 临床体检,高丸呈慢性肿大,致影而表面光滑,有轻触痛,失去正常的敏感度。 临床体检,有的高丸逐渐萎缩,临床者几乎找不到高丸,显示腹高相对增大,多数病例炎症由腹高慢炎至高丸,二者界限不轻。 双侧慢性高丸炎者肠可造成不愈。 检查诊断 化验和检查是必须的步骤之一。 第一步,一般来说,医生先要进行触诊,对高丸进行观察触摸。 第二步,是做个B超检查,确定炎症的大小。 第三步,是抽血化验,看看是否有高丸肿瘤等。 有的人还需要做个胸部X线检查。 治疗 出现慢性高丸炎症状。 因早期静脉应用大量广浦有效抗生素控制炎症,以减少化浓进高丸炎及高丸囊肿的发生。 尤其应注意急性腮腮腻肯腻肯腻 其双侧病变可以引起生肌活动不可逆的破坏甚至高丸萎缩,导致难死不愈症。 慢性高完颜的治疗要针对原因进行 由非特异性感染引起者,主要采取对症治疗,可做阴囊热敷,经锁封闭,抗生素注射,或使用丙重球蛋白注射 已有浓肿形成者,可做切开引流,对膏丸霉毒可做须霉治疗,无效时如细一侧病变,可做膏丸切除术 危害 1. 导致男性诱发其他并发症,如浅烈腺炎,经锁静脉曲张,密尿感染等等 2. 高完颜长久不致直接影响到男性的性能力,让男性性生活质量下降 3. 严重的还会让男性朋友完全丧失性能力 3. 诱发男性不育症,膏丸是生精的唯一场所,如若男性患上膏丸炎而没有及时的治疗,直接让男性的精子生产出现问题,导致男性的精液异常,比如死精症,无精症,从而又使男性无法生育。 4. 男性患上膏丸炎不治还会给配偶带来妇科疾病,由于炎症长期不治,在性生活的时候这些炎症病菌就会进入女性的生殖器官,从而使得女性生殖器官受到感染,诱发女性患上妇科疾病。 5. 预防 1. 中年男性要注重自己的膏丸保养 膏丸保养是解决男人男性功能障碍的重要手段。如在按摩时发现有异疼痛感,可能为膏丸炎或副膏丸,请及时到医院检查。 2. 急性腮线炎高丸炎双侧病变可以引起生经活动不可逆的破坏,甚至膏丸萎缩,导致男死不育症。 3. 应该多吃新鲜蔬菜与瓜果,增加维生素C等成分摄入,以提高身体抗炎能力。 4. 少吃猪皮、鱼汤、羊肉等所谓的发污,以免因此而引起发炎。 5. 肤胃分泌物增加,高丸炎进一步浸润扩散和加重症状。 5. 注意不要吃辛辣刺激食物,不要吸烟喝酒,不要久站久坐,不要过度性生活,不要频繁滋味等。 6. 日常注意 7. 注意休息 7. 注意休息 7. 注意休息 8. 注意休息 8. 如果有密尿生殖系统的不舒服,需要及早就诊检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有效治疗。 8. 接种疫苗,对于儿童应接种腮腺炎疫苗,减少儿童因腮腺炎导致的高完颜,以及由此而出现的男性不育症。 9. 饮食注意 9. 日常多吃新鲜蔬菜与瓜果,增加维生素C等成分摄入,以提高身体抗炎能力。 9. 少吃辛热或辛辣刺激性食物,以免因此而引起发炎部位分泌物增加,炎症进一步浸润扩散。 9. 核佳重症 9. expert ofoka